所以大家要知道 怎么辨别正神和邪神 那么实际上就是凭着一个德行 德行是谁的德行 这是神明的德行 我记得我们讲课的时候 的四项线 三轴线四项线里面 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如果是恒顺道德的 遵从道德律的神明 他就是正神 如果是违背道德律 也追求功能的高 法力的高 也追求出六道 他违背道德律的就是邪神 正神邪神是这么分的 不是说他是动物灵 就都是邪神 不是 很多动物灵愿意帮助人 是通过人来挤功雷的 所以这种动物灵 往往是对这个附体者 或者遥控者他有要求 就是你不能收红包 你不能收钱 我可以给你功能 让你去治病 让你去帮人解释 但是你不能收钱 你不能收红包 你答应了 他就来帮你 你一旦违背了 他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人就没有正神来帮了 因为这个是有德行的狐狸精 有德行的野鸡精 有德行的什么 这个动物先灵 他不愿意干缺德事 所以是他只是为了帮助众生脱离苦难 临时解脱病苦 临时解除苦难 但是这个往往被附体的这个人 或者被遥控这个人 一旦正神离开以后 他会不会放弃自己赚钱的门路啊 赚钱的方法 不会 这不会以后 那些不道德的 不讲规矩的神明 就来跟他相应 然后跟他一起作恶 这就是被邪灵遥控 邪灵覆伤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连邪神都不来理他 因为他老胎隆重 太老朽了 身体又不能跳了 又不能什么 这个时候他自己体内的阴神作怪 自己装神弄困 就是也没有正神 也没有邪神 他没有神来帮的 他自己装神弄鬼 这种人就特别多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 现在的乱想 玩弄神通 让大家迷恋神通 迷信神通 崇拜神通 然后再从你这儿消耗你的生命光 消耗你的钱财 显态消耗你的钱财 隐态拿走你的生命光 所以大家要对正邪这样去看待 就是遵从 人义理智信 天地人 讲究尊卑 讲究道德 讲究道法自然 这个追求的 这个无论他是人神 还是动物仙神 还是树神 还是什么水神等等 那么他都是善的 都是向上 都是帮助人类的 都是帮助众生界的 不要对他们瞧不起 因为众生皆堪作佛 他都有权力修炼 有权力去成道 有权力和人一起来 行善己功累得 不要去否定 这一类的这个仙家 说是为什么我们道门 广大 这个也供养仙家 那我再处理这个事情 你们这比较少 这个在中国 东北地区 这个中原大地一带 他们都有保家仙 保家仙 那这些保家仙 基本上也不做事 也不出马 出马就是他要帮助别人处理事 但是他 保护这一家的子孙后代 不被别人欺负 就像你有一个护法神一样 这种叫保家仙 往往后面的都是 动物灵体 他们在 这个 前面的祖宗那个地方 跟你们这一家人 结了缘 结了善缘 他们也不作恶 也不拿你的精气神 就是让你去摘僧 让你去做功德 让你去修炼 来护持你成佛 然后他就有功德了 他就也提升了自己的仙家的这个位置 这是中国的保家仙 不要说狐狸精 什么精怪 就是坏的 是那些不讲道德 随便欺负 弱小 然后拿人的精气神的 这种的仙家 才是我们禁制的 才是我们禁制的 这是从正邪上去分 是以道德律来分 不讲仁义理智信 武德 不讲天地人三才 不讲道法自然 不讲道德的神明 都是邪神 无论哪个层子 天界也有邪神 刚才说了 魔界天的魔王波迅 他就是最大的邪神 他就是也帮你们 帮你们是什么 被盗而吃 生命是应该进行进化的 出力六道 他就让你们被盗而吃 堕落在六道 成为他的魔子魔孙 他喜欢自己的魔子魔孙多 喜欢别人拥戴他 你们天天在追求财富 追求这些东西 而不讲道德的 都是他的子孙后代 都是他的信众 这是大家要知道 贪婪 招来的是这种邪魔之神 我们自己讲道德 你的心善 行善 善神随之 助长你成善 你的心恶 行恶 恶神随之 成就你的恶 恶就是什么 贪嗔吃一半 地狱五条根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正邪 是这样去区分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